賢仔? 你怎麼弄傷了? 在電話裡說句話沒句話 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事 醫生怎麼說你? 是不是有人打你? 誰?你是不是真的被人打? 他打人就有份 你也教導你兒子打人 真是人無恥辯無敵 其身不正, 會鬼教兒子嗎? 脫衣服溫腦你就會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 我真的不知道 那讓我告訴你 太太你剛才說的那段說話 絕對是經已構成誹謗罪 我是Coco的代表律師 我真的不相信我 說兩句就犯法 根據香港法例第21章 任何人發布惡意言論 損害另一人聲譽 說惡意中傷, 誣蔑他人 積屬肥膀 靠客人? 我報警, 先告他兒子打人 其實不管誰先出手 只要有人還手, 甚至乎互相扭打 就已經觸犯公安條例的 在公眾地方打鬥罪 報警的話, 雙方都會一起被棄署 我們都認識律師的 看看怎樣